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邻王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广播 好,今节我们讲讲 美国的小弟 忠诚的小弟之一 当然就是这个 日本 日本是什么事 哎呀 日本居然有官员 老批美军就说 你们美军就是我们防疫的破口 亦都辜夫 请你们美国 不要将疫情带来我们日本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当然 说到美军我们都知道 就是沖繩 对吗? 因为沖繩就有美国基地 沖繩 老实说都挺大事的 那么沖繩的 沖繩院 近期这个 新冠疫情是大爆发 好像沖繩院 他们的 知事 即是 当时是 华士人的长官官 就是叫做 玉成 登尼 他就谴责 这个 驻日美军 喂 为什么不做好准备 他就说 我非常愤怒 沖繩人民都非常愤怒 其实 其实沖繩人民对于美军 有些行为都是不事那么好 尤其是之前有些霸王硬上攻的事件 亦都痛痴 这个美军 好心啊你们 不要 将你们这些 疫情的带来我们日本 日本 共同社 和琉球 申报 亦都说 这位 玉成登尼 召开记者会 他开记者会 原来是故意吠美军 就说 从病毒的基因检测 美军 就是造成 Omicron变种 在沖繩扩大的 最主要原因 好心你们 不要将美国疫情 带到 日本 也不要带到 我们沖繩院 你知道因为是外岛来的 现在我们看到 去年年底 即是12月31日 主日美军 新增的 新冠确诊数是98例 今年1月1日 已经加到 235例 1月2日 又是70例 所以 其实加起来 应该说句多L 美军 已经 令到沖繩有数百个个案 所以 他们 亦都很生气 美方虽然 已经说了给 沖繩院政府 听美军的 确诊数目 但是 没有提供详细资料 就是跟你说 我们有这么多个 什么都不说 详细资料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呢 就年 这个确诊 个案 有几例出现在 哪个 美军基地 有几个 他都不跟你说 和确诊者 是的 当是军事机密 这样 不说 但确诊者 究竟 是否带Omicron 变种 这个算是机密 关什么 飞机大炮事 我想问 玉成先生 也说 美军的确诊 个案 再次 急速增加 只是 是说明了 他们 防疫和管理 漏洞很大 所以他就说 冲城的人民 非常非常 烦恼 玉成先生也说 美行政协议 就叫做 an amitrated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state 其实 就是给美军有特殊的地位 和得权 造成美军不提供 和共享充分的防疫讯息 这个 原来日本媒体说 真的没办法 这个协议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就有了 本来是不公平协议 他将透过全国知事会 和涉外知事会等的单位 要求美军和日本政府修改协议 和提出相关的对策 其实冲城远 由去年的12月起 2021年的12月起 每日的确诊数 就新增到4到50例 另外美军确诊的 个案 是另外统计的 和没有包括在确诊数据当中 美国的汉心基地 去年 12月就发生 超过250个个案 是 群聚感染 之后又发生 美国士兵 是走价等等的行为 目前 驻冲城的美军 总共 的确诊数是3683例 冲城很小 而且仍然是美军 是呀 简单是美军 所以 这个 阿哥 这位 阿哥 都生气都正常 其实 冲城的人口 是有 大约 150万 150万 Omicron变种当然是很厉害的 我们知道 本来日本疫情是慢慢趋缓 怎知Omicron变种又入侵日本 所以疫情再次升温 你看到 现在日本 每天都是几百例的 冲城 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厉害 其实 亦令人相当地害怕 相当地害怕 还有我们亦说 这个冲城 是美军基地 有美军基地住宅 距离钓鱼岛 只有400公里 这个冲城的美军基地 其实 所有日本媒体和美国媒体 这就令到 我们骗了中国东海 和西太平洋之间的烟口 住宅的美军 海陆空 和海军陆战队 有四大兵种 也挺厉害的 两万名士兵 占入美军的三分之 当然距离钓鱼岛那么近 二战以来 驻冲城基地一直是美军 太平洋的基石和亚洲的战略枢纽 三线的岛链 就是 美国防范可能出现的 被攻击 而组建成为的 所谓的 三道防御线 借我们经常说一下 第一线 在哪里呢 就是 日本 韩国 直到印度洋 迪哥 加西亚岛基地 第二线 就是从 山岛到 澳 和新西兰的基地 三线 就是以 夏威尔为中心 一直延伸到中途岛 阿拉斯加 还有阿流 新群岛的基地 其实 这个 三线 岛链 一边最前线的 就是 处于 沖繩的基地群 它们 面临东亚大陆 背靠 就是 这个好说的 西太平洋 既可以 支援陆地作战 亦可以 是 帮助海上作战的需求 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沖繩 距离中国 亦相当地近 而且我们说过 如果 台海发生战争 在台湾的 赤桥先 是赤桥到沖繩 因为 原来台北 到沖繩 只是600多公里 嗯 距离 中国福建省的福州 亦是800多公里 距离钓鱼岛 亦是400多公里 所以沖繩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二战以来 这里一直都是高度要塞化的地方 成为美军 美军号称是 不会沉没的航空母纳 嗯 其实沖繩有美军基地41处 占沖繩岛总面积的20% 左右 驻扎 海陆空 和海军陆 陆陆 在内的四大兵种 2万人 刚才说过 美军海外基地当中 罕见 各种兵种都相当齐全 相对其他海外基地来说 其中主要包括 美国陆军第十地区作战支援大队 海军第七十二 还有第七十六 运合艦队 还有 美国空军第十八 战斗机团队 还有 海军陆战队 第三 陆战阵阵部队 等等 其实沖繩是2000 平方公里都不到 本岛上 就已经有 纳巴 还有 普天坚等十个空军基地 还有 好像 加首纳 这个基地就是美军在本土以外 具有快速反应 作战能力的最大空军基地 都挺厉害的 占地有20平方公里 驻扎这个基地的主要是 美国空军 一个好的部队 就是第五 航空队的 第十八航空联队 部署有三个F-15的战斗机中队 还有一个预警机中队 还有八架 KC-135空中加油机 也有 军事人员超过9000人 其实也挺厉害的 美军对于沖繩本土的经济 都相当地 有贡献 这个也是现实 还有我们看到 刚才说过 在加首纳基地 已经超过9000个军事人员 最多可以部署各类军机近100架 F-15战斗机 最高时速是3000公里 每小时 挺厉害的 另外我们看到 住宅在加首纳的美军 战机 最快 不够20分钟 就可以飞到中国大陆 所以 相当地重要 当然了 沖繩 之前也发生了一些事件 霸王硬上攻美军 事件也算 经常有负 美军在当地的名声 貌似 一般 现在 亦带来了新冠 所以 是不是 令到沖繩的民怨会更加大呢 除了沖繩之后 我们看到日本 现在 你看到 他们 记不记得 他们最早全部航机都封了 记不记得 Omicron很早期 数据还未明朗 什么都封了 你得理那么多 不理那么多了 谁知道有个 沖繩家在 我说没办法 你说得真是沖繩家 你也要想想 事实上有些地方是没办法 是没办法 现在 现在 他应该也要 美军 现在 是不是美军将疫情带到沖繩呢 某个程度上 也是没错的 也是没错的 不过 你没有了美军 你也会害怕 日本人 所以 这就是矛盾 你很讨厌他 但是你没有了他 又不行 因为你依靠他的经济 以及他的 继续保护 我们看到 日本 迎来了新年的首个工作日 1月4日 他们也是警惕 Omicron 变种 日本各地的 政府机构 和多数 4日新年的首个工作日 和我们一样 不过 和新冠 感染的人数单日新增 3000人的去年不同 随着疫苗 去年就3000人 同一时间 即是同一个月份 随着 疫苗接种取得 进展 其实职场 和闹市当中 人都多了 不过 情是未平息 何时平息 连日本共同社 这个官方的媒体 都说不知道 厚身 无动省 还有各地的政府 以及 医疗 一线的人员 纷纷都对 Omicron 变种 加强了警惕 因为奥运的时候 他们太大事了 其实 他们也说 不可以被Omicron变种 是全入社区 扩大的 在 东京站 附近 不少上班族 都已经穿着雨衣服 日本人很快的行路 其实跟香港人有点似的 快步走向工作单位 共同社就访问了 一些日本人 看看他们对于新冠的看法 在附近 在东京 站附近上班的 来自旗玉院的一位 男士 58岁 他 就说 都休息了整十天 因为 担心新冠 所以没有出院门 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年 没什么忙 但愿 经济有所好转 就不用那么担心会裁员 另外 我们看到 他们有个神明 就是专门保有生意兴隆 神田命神 OK 即是日本财神 对 其实 前去参拜的 很多人都穿了西装 OK 不奇怪 穿西装 也是很正常 穿西装也可以求财 其实 神田命神 亦都是在日本 东京都 千代田区 爱神 田二丁目的一座神社 正式名叫 神田神社 或者叫神田 神田命神 当然是保有什么 生意兴隆 所以很多人都穿西装 去拜 并且 求买象征 这个 最福 積财的 扒 日本媒体亦都是访问了 一位阿哥 他就叫做道鞭 他就说 疫情之前 只希望 公司可以保持良好的移动 所以就来 拜一拜 希望今年 公司可以成长 努力 可以有少少进展 过年前后 亦都是 老实说 日本都是有多单的 Omicron变种 在社区的传播 厚生劳动省的职员 虽然 没办法 彻底松一口气 但是 多少都是松了 什么意思 多少都得到一些放松的 希望新的 心态投入工作 因为跟去年比 的的的 因为去年太差了 所以他们觉得已经不错了 真的觉得不错了 另外 东京都的负责人 亦都强调 希望今年可以战胜疫情 昨天 4日 是 北京冬季奥运会 开幕倒计时的一个月 日本 体育厅相关人士就说 将会为 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选手 提供支持 令他们 可以发挥实力 但是 防疫也很重要 真心地说 是的 没有人敢说 不怕我没狂壳 齐了英国 英国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另外 虽然 有时日本 都是 说一些 文论都很硬的 不过 安田文雄 在昨天第一个工作日 他 播出了一个对话 他强调 要摸索 和中国的稳定关系 他就说 必要时会 直言不毁 但是 但是 记住 中国 中国的稳中的轮角 他也很棒的 必须继续 摸索 稳定的关系 和对话 关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作为国奔访 运日本 这件事情 他就说 未有具体考虑和决定 岸田先生 即是大红 岸田文雄 就说 中国在经济和安全保障层面 成为世界 是全世界最 重要的存在之一 必须贯彻 这句话他就说得很硬 必须贯彻现实主义 即是不会 那些人说 什么公司 会收留派他们 你不现实 真的 难道好像 老赵说 现在 自由世界 已经 为了普世价值 不同中国的生活 别人 你现实一些 Rash出现实主义 听大红讲 老小也很现实 你看看他在YouTube中间 我们今天 在门赛突然转去买广告 他也是很现实的 你不用担心 他也很现实的 关于习近平的事情 他就跟记者说 重要的是 首脑间 是要开展 哪种对话 同时表示 近期是没有会谈的计划 现在看到日本好像 当然安倍晋三是很帅的 但真正执政那堆人就不跟他疯了 在野 真正执政那堆人 你疯你好了 我最记得日本的防相 他说这是他个人的言论 事实上是他都可以这样说 别当是官方的东西 言下之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这个也是坏的 安倍得很坏的 说他老实话 现在我们看到 日本的确确疫情比较厉害 共同社都很少正面地刊登 这些批评 美国一些官员的公开批评 还有这位浴城哥哥 这位哥哥是个混血儿 知道吗 你看到他的样子 有少少西人的样子 鬼鬼的 对 当然他应该当自己是日本人 真心地说 因为你在我们这里做工 他的名字 其实日本共同社是用浴城Danny 这样叫他 哦 他叫浴城Danny 一听到浴城 不是那些浴城 不是那些浴城 不是那些 浴城Danny 或者叫丹尼斯浴城 其实他就是出生于 美国统治下的琉球 及那坝村 他也算公是公非 原来他父亲真的是美国人 他父亲是住在冲城美国 他也是在冲城出生 他母亲是冲城人 他父亲原来是这样 就是抛弃了 他父亲在之前离开冲城 回到美国 有点像黄秋生 有没有发觉吗 知道 当他们做的那些 就是到处留情 像香港的公务员 他父亲是冲人 所以十岁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户籍名 改成康语 但是一般日本来说 都是叫他丹尼 因为他的英文名叫丹尼 丹尼是他童年一直保持到现在 年轻时曾经 从事过很多职务 室内装饰 这些都做过 而且 因为他 原来他三十岁的时候 是拍摄 比较英俊 年轻的时候 因为有些西人样 你知道日本都比较崇洋 三十岁的时候 他做过艺人 在冲城当地 都算是挺出名的 2001年就投身这个政坦 并且在第二年 高票当选冲城市议员 2005年 玉成先生 首次参加日本国会选举 结果摆筆 2009年再次参选 成为众议员 一共联任世界 另外 2012年 因为冲城知事 雍掌雄志突然间逃了 冲城院 后来举行知事的选举 因为要补选 没有阻挡一个人 丹尼 即是玉成丹尼 亦或者叫玉成康宇 他就去 立即辞职去参选 后来当然 是日任的 冲城院之士 他说不要看我的样子 其实我是日本人 这也是的 之前黄秋生也常常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当然现在他在查台独分子 今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 再见